这个大叔有点狠 只因老板要摊掉他的退休金 转手就灭掉了整个杀手组织 拔叔是一名职业杀手 职业生涯堪称无懈可击 同行们都把他称为黑凯撒 只要听到这个名字 没有人不闻风丧板 但英雄总有迟暮之时 一晃多年 拔叔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本该领着一千万的 高额退休金安享晚年 但因为疫情 杀手行业也不景气 老板白发男想要找个由头干掉拔叔 然后吞掉他的退休金 这天白发男让杀手经济大美 给拔叔安排了一个刺杀任务 并且给出了200万的丰厚酬劳 拔叔本想婉拒 但出于职业素养 他决定用这个任务 给自己的职业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任务开始 拔叔伪装成一个修理工来到酒店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他来到了目标人物的房门外 这次的任务目标就是这个大胖子 拔叔先用电钻 制造出声响吸引目标注意力 果然 刺耳的噪音 使得胖子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门 胖子本想狠狠教训一番拔叔 殊不知这次他是搬门弄斧了 解决完胖子后 拔叔有条不紊地架好了射击姿势 听到胖子的呼救声 屋内的手下也都打不出来 然而没有一个能打的 拔叔走进屋内确认没有危险后 刚要转身离开 却看见了桌子上 有一份自己的资料 显然 事情没这么简单 他举枪逼问胖子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 拔叔开枪了结了胖子 随后拍下死亡证明 接着就拨通了大美的电话 下一秒 大美收到了照片 此时 他明白 拔叔已经知道组织的阴谋了 于是大美立马赶回的公司 他告诉老板事情已经败了 如果不能解决拔叔 组织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见此情形 老板派出了组织中的 新生代杀手小队 他们先是来到了 拔叔的投资顾问这里 从顾问口中 他们知道了拔叔名下的几处房产 但他的具体住址谁都不清楚 见询问无果 他们带走了拔叔往日所有的账单 离开前 还不忘给拔叔最后一击 而此时的拔叔还在玩游戏 对此一无所知 这个男人正在开泳池派对 殊不知远处 女人故意俯下身子 吸引男人注意力 下一秒 了结掉男人后 一行人迅速离开了这里 这是一支顶尖的杀手小队 他们受雇于某国的一个杀手组织 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公司 解决一切棘手的难题 因为最近退休的老杀手实在太多 组织难以负担高额的退休金 所以他们正在 私下执行一个老员工清除计划 这个大叔便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杀手代号黑凯撒 他曾独自一人消灭一整个精英小队 是杀手中顶尖的存在 这天拔叔正在和女邻居喝茶 他还未意识到 自己已经成为了组织的头号目标 另一边 杀手小队正在四处寻找拔叔的踪迹 他们搜遍了拔叔名下的房产 就连租客也不清楚房东究竟是谁 然而正当他们毫无头绪时 吴媚媚从拔叔的账单中 找到了他的开户行所在地 这天 拔叔刚才超市出来 全然不知自己已经被对方盯上了 就在他开车回家的路上 杀手小队使出了一招美人计 金发妹洋装自己车子抛锚 想去拔叔家里冲个电 拔叔看着送上门的人头 思虑片刻后 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 伴随着夜幕降临 两人情不自禁地开始抱团取暖 此时屋外的树林里 阻击枪已经瞄准了拔叔的后背 可就在子弹发射的瞬间 拔叔巧妙地走位 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然后转身躲到了窗户下方 这时小队其他成员破门而入 可地上只有金发妹的尸体 屋里早就没了拔叔的身影 干掉狙击手后 拔叔抄起地上的冲锋枪 就瞄准了屋内 他先是将屋内的灯泡全部打碎 接着开启了热成像功能 女杀手为了躲过扫描 点燃了一支信号弹扔在地上 可拔叔不是吃素的 女杀手口中呼出的热气 彻底出卖了他 拔叔找准位置 直接扣下了扳机 子弹透过冰箱击中了女杀手 姜还是老的辣呀 这些年轻人还是没有一个能打的 解决掉所有人后 拔叔从尸体的口袋中发现了一把钥匙 随后跟着线索来到一家酒店 房间内只剩下了神志不清的兮兮妹 尼尼呼呼中他说出 组织已经派人抓走了女邻居 见状 拔叔马不停蹄地 来到女邻居的家里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没了办法的拔叔 只好找到已经退休的战友求助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曾经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现如今已经被组织收买 老头手帕一盖 就注射了一剂蒙汗药给拔叔 没一会儿 拔叔就口吐白沫昏了过去 这是男人被挂在这里的第十天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要知道他以前可是最顶尖的杀手 如今他已到了垂木之年 组织准备泄沫杀驴 他被关在这不见天日的地角 白发男拿小刀用力地扎向他 就连刀子都被肋骨折断 即便是如此 他也咬牙死死抗主 做完这些 白发男让手下将拔叔放了下来 打算隔天彻底结束他的生命 可白发男想不到的是 那把留在拔叔体内的刀片 打乱了他的计划 深夜拔叔忍着剧痛 将刀片从体内取了出来 然后用它解开了身上的锁链 很快 到了第二天 拔叔躺在地上假装昏迷 守卫走过来准备将他吊起 这时拔叔突然起身 直接与他们展开了近身肉搏 很明显 这些小兄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一个回合就全部隔屁 听到这动静 门外的白发男下的直接跑路 就连守卫们也都瑟瑟发抖 此时的拔叔犹如死神般 见谁杀谁 在地窖内大杀四方 不一会儿 守卫便一个都不剩了 逃出来后 他找到了老朋友军火商黑妹 这是他过命的交情 接着 他用黑妹的手机 拨通了大美的电话 他决定用自己的命换回女邻居 说完后便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身上已被纱布缠满 下床后连战都站不了 但时间紧迫 黑妹只能给他 打了一支肾上腺素 随后拔叔带着黑妹给准备的 全自动化武器 前往了街头地点 路上 他拨通了大美的电话 故意将自己的位置暴露 来到街头地 他将所有的武器安置妥当 没多久 大美就带着装备精良的小队 赶到了这里 此时的白发男 正坐在屏幕前等着看好戏 可就当大美以为结局已定时 拔叔开始了他的表演 屏幕前的白发男直接傻眼 这边解决完后 他即刻驱车赶往了总部 白发男仗着人多 依旧很嚣张 可当他看到窗外已经赶来的拔叔 他慌了 就连守卫也都给拔叔 让出了一条路 生怕碍了拔叔的眼 来到办公室内 拔叔顺手抄起了桌上放着的斧头 见此情形 白发男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随后拔叔来到密室内 找到了昏迷的女邻居 然后将其带回了家里 拔叔也因疲劳过度睡了过去 时间来到第二天 醒来后的女邻居竟用枪对准他 原来曾经拔叔因为假情报 误杀了他全家 他就是当年唯一幸存的女孩 多年来 为了弥补过错 拔叔一直在暗中照顾他 现在女孩已经知道了一切 拔叔选择了坦然面对 女孩扣下了手中的班机 也许是往日的照料盒 拔叔的隐命换命打动了他 他并没有杀掉拔叔 开枪或许就是 为以前的仇恨做一个了结巴 影片至此结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极限特工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